我看这个父亲走上场的时候满面笑容啊 办这个节目吧 孩子参加 就挺高兴的 高兴儿子来参加节目 参加节目 啊 儿子说了 这妈妈和父亲都对他特别好 这个妈妈有眼泪也快出来了 我激动 儿子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啊 对不容易 我跟他爸爸是96年离婚 他就跟着他爸爸 买了喊不着 听说他有毛病他爹死了 我就带他姐弟躺上去了 他起初他是四肢瘫痪的 手的指头的手心 脚的指头的脚心 四肢都是这样的 他不能行走 只能啪 他上哪儿的就是啪 干那么的能躺上去啊 就是啊 天天给他按摩 趁了锻炼 前面站立 他会站了 站几分钟了 给他脚打个甲板 让他连行走 走两步他就摔个脚 摔个脚 我们从来就不扶他 让他自己还走 天天能让他爬山 爬山吧 多多 这个爸妈妈看到王鹏 今天这个状态 也是心里 心里要强 现在让他可以 个人之力了 当初把王鹏接回来 因为其实我知道 您家里也有俩孩子 对 负担其实挺重的 挺重的 但是考虑在这个情况 必须就被他弄回来 不弄回来谁管的呢 所以当时您也是同意啊 或者支持 让老伴把孩子接回来了 对 同意 而且我听说 其实你们感情都很好 包括你和那个姐姐 也很好 还有很多小心思 对母亲 比如说过生日 是有这样的故事吧 是 对 家里平时都很结缘嘛 妈妈从来也没过过生日 然后就那次 我就跟我姐姐 我俩合纪的 给妈妈买个蛋糕 给她过一次生日 当时是偷着买的 哪来的钱呢 都是平常攒着零花钱 然后 到她生日那天 本来就给她个惊喜 然后妈妈知道之后 就是跟我俩数了一顿 心里其实高兴的吧 阿姨 对 其实孩子知道我不容易 那蛋糕好吃吗 行 挺好吃的 挺有爱的一家人